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朋友好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我是陆阳 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对您播报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呼吁更多援助物资进入袈裟 杨庄特朗普支持者 中国水军想搅混美国大选 耶伦广州呼吁公平竞争 美国对标相比中国 美国首富为何更任性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更多新闻内容欢迎收听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强震后第三天 台湾4月5号发生了两次 李市五级以上有感于震 另有不断出现的小震 除了震中花莲 新北市也有许多建筑物严重损坏 记者赶服现场采访新北市 一栋梁柱扭曲微楼中的住户 实时记录更多灾情 请听美国之音台北特约记者 林乃娟 李新如的报道 在台湾强震后第三天 已经累积了超过500起的余震 其中也有不少规模5以上的余震 让民众人心惶惶 在新北市西南区的这个土城 有一栋八层楼的大楼 在地震过后 两根主要的梁柱 发生严重的变形和钢筋裸漏 因此所有的住户都自行撤离 直到市政府进行了结构补强 一直到地震第三天 住户才陆续回到家里整理行李 但因为长期的这个安置问题 也让住户表示非常担忧 主要是拿衣服 然后鞋子之类的用品 因为当初跑出来的时候 他们好像蛮赶的 就没有拿到什么东西这样子 主要就是可能有些人 工作上需要拿一些东西 目前大部分人希望是说 可以重建或堵根之类的 每个住户都拎着大包小包的行李 住在这栋大楼15年的吴冠亭 和总共53户住户 现在有家归不得 都已经产生了这样的情况 万一这边就会变成 有一大段的距离是没有支撑力的 那万一这个地方往下塌陷的话 这整个都会很危险 住户在区公所协调下预防性撤离 目前一楼的商店和诊所 无法营业 居民每天聚集在大楼外 区公所也召开居民大会 了解灾民的需求 我们的公所在第一时间马上到现场 紧急调货跟找我们的包商来乘坐 三座的模型 这个应该算H形钢 那紧急支撑让大楼不至于会有 新北市在地震后出现零星的建筑物回损灾情 未来人要通过不同单位合作才能完善震后需求 而在台湾地震重灾区的花莲 许多非政府组织进驻 启动灾民收容与关怀服务的工作 疫症发生的时候 我们就立刻组成了 就是人道救援的这个小组 然后我们就开始就是 盘查我们服务的就是孩子 在中华国小跟从德国小的安置据点 我们做了一些事情 包括我们提供热食 给灾民可以吃 然后我们也成立了儿童关怀中心 透过了玩游戏 透过了唱歌 透过画画 透过了就是社工老师讲故事给孩子听等等的 去转移他们的注意力 然后也安慰他们受伤的心这样子 美国之音林乃娟 李新卢 台北报道 听众朋友 刚才您听到的是 美国之音台北特约记者林乃娟 李新卢的报道 现场采访台湾地震微楼 了解更多深度报道 请登陆voachinese.com 休息一下 宇宙分享热点新闻简讯 请不要走开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下面请宇宙分享一组热点新闻简讯 好的 陆阳 首先我们看美国纽约5号发生了4.8级地震 在纽约的联合国安理会会议的与会者感受到了震动 非政府组织救助儿童会负责人苏埃普特的发言被短暂地中断 美国地质看探局说震中在新泽西州 不过目前还没有地震造成损失的报道 接下来 台湾5号开始拆除在地震中遭受损坏倾斜的花莲天王星大楼 预计完成拆除需要两个星期 一些当地居民前往观看拆除工作并且感慨不已 我觉得就是来到现场之后才会发现 哇 人类真的非常的渺小 就是因为一场天灾之后 然后 那这个在一个地震就这样子斜的这样倒塌 确实让人家蛮吓 台湾3号的地震目前已知造成12人死亡 我们来关注华为的案件 美国政府针对中国电信技术巨头华为公司 拖延已久的刑事案件 预计将于2026年1月开庭审理 美国司法部对华为的指控 包括违反美国制裁法 与伊朗做生意时误导银行 以及窃取商业机密等罪嫌 美国助理检察官亚历山大·索罗门 星期四4月4号 在纽约布鲁克林取行的情况说明会上 向美国地区法院法官安·唐纳利表示 有关此案的和解谈判已经陷入僵局 美国《华尔街日报》说 华为的刑事案在开审之前 简便双方还需要在一系列其他问题上达成共识 包括如何处理 庭审时必须出事的被认为是机密的证据 另外在密鲁 密鲁总统迪娜·伯鲁阿尔特5号抵达检察官办公室 就劳力士手表接受质询 伯鲁阿尔特总统目前因为涉嫌非法敛财 以及未申报豪华手表等指控受到了调查 密鲁国会4号否决了要求弹劾伯鲁阿尔特的两项动议 上个月底 警方突击搜查了他的住所 接下来 美国国务卿安东尼·布林肯4月5号 在欧盟总部呼吁以色列允许更多援助物资进入加沙 并且尽最大的努力确保加沙平民和救援机构人员的安全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办公室当天宣布 以色列同意增开口岸 允许援助物资暂时通过以色列与加沙地带的北部边境 在北约 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4号表示 北约正与印太地区的伙伴澳大利亚 日本 韩国和新西兰 加强对话和合作 他说 俄罗斯在亚洲的包括中国在内的盟友 正在帮助俄罗斯侵略乌克兰的战争 而全世界理念相近的国家要团结一致 捍卫以法律而不是武力为依据的国际秩序 目前 北约外长们正在布鲁塞尔召开两天的峰会 最后 美国与日本及菲律宾将在下周展开一系列的双边与三边峰会 美国国防部发言人莱德少将 4月4日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 保持印太地区的自由与开放 并且确保整个地区的安全与稳定将是下周峰会的重点 陆阳 美国与日本及菲律宾 感谢宇宙分享热点新闻简讯 了解更多新闻内容请登陆voachinese.com 接下来 张伟分享美国之音记者易琳的报道 洋装特朗普支持者 中国水军想搅魂美大选 请不要走开 美国之音实事经纬 总部位于伦敦的战略对话研究所 4月1号发布的一份报告指出 社交媒体上出现了一些 洋装为美国前总统特朗普支持者的账号 通过挑起分裂性的话题攻击现任美国总统拜登 下面请张伟分享美国之音记者易琳的报道 好的 陆阳 垃圾伪装影响力活动 在2019年由社交媒体公司Graphica披露 这场行动由中国执法部门带头 在50多个社交平台上推送有利于中国的叙事 并抹黑中国的战略对手 报告作者埃利斯·托马斯对美国之音说 这次垃圾伪装的策略似乎发生了一些转变 他们令人信服地冒充美国人 特别是特朗普的支持者 他们与看起来像真实的美国用户互动 这与我们过去在垃圾伪装行动中 看到的情况有很大的不同 此前该影响力活动的推文 可能会有大量的点赞和转发 当你点进去看看谁喜欢和转发这些账户时 你会发现其他垃圾伪装活动的账户 而在这里看起来与之互动的是真正的美国用户 这些账号有的嘲笑拜登的年龄 有的声称他是恋童痞 有的宣传特朗普总统让美国再次伟大的口号 托马斯说 这些账号曾经用中文发布有利于中国的叙事 之后陷入沉默 然后在最近几个月开始使用英文 洋装成美国人发布有利于特朗普总统的言论 这与俄罗斯在2016年影响美国大选的手段相似 使用信息战分裂西方联盟 削弱美国梦的愿景 加深美国社会的撕裂 不过研究人员并没有发现北京与莫斯科 在这次垃圾伪装行动上有所合作 今年3月 美国国家情报总监办公室发表年度报告中指出 中国可能试图在某种程度上影响2024年的美国大选 因为他希望排挤对中国的批评并扩大美国的社会分歧 与此同时 虽然目前大多数账号都在攻击总统拜登 但研究人员无法判定这是因为他是在任总统 还是反映了中国对于美国候选人的偏好 报告作者托马斯说 虽然他目前只发现了很小的一部分账号 他认为这仍然是一个需要引起注意的问题 托马斯对美国之音说 我想令我担心的是 第一 这些账户很难找到 需要花相当多的时间 就像我说的 我只能找到很少数量的账户 但垃圾伪装一贯的行为习惯 他所做的一切都是大规模的 该行动以规模庞大而文明 只使用一小部分账号不符合他们的行为特点 如果有效 他们将大规模的行动 因此 我担心这项影响力活动 可能将以更大的规模展开 陆阳 感谢张伟分享 易林的报道 了解更多新闻内容和深度报道 请登陆 美国之音中文网 VOACHinese.com 休息一下 宇宙分享美国之音的综合报道 耶伦在广州呼吁公平竞争 我们马上回来 在变化的时代 世界似乎充满不确定性 我们所闻并不反映我们所见 我们寻求事实真相 当我们只被告知故事的局部时 我们失去了信任 在危机时刻 我们的梦想 希望 和期盘明天更美好的祝愿 赖于新闻自由 在美国之音 我们为您带来的报道 是人们冒险去观约的 我们把世界连接在一起 并办以事实真相 在美国之音 我们向您展示完整故事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美国财长耶伦 星期五 4月5日 呼吁美国和中国企业之间 建立公平竞争环境 他在中国广州访问期间 告诉官员 北京的工业补贴 威胁到这种平衡 与此同时 美国商务部和中国官员 在华盛顿的会议上 也提出了相同的担忧 下面 宇宙分享美国之音的综合报道 好的 陆阳 美国之音的报道说 美国财政部长 珍尼特·耶伦 星期四抵达广州 与中国官员 进行为期四天的会谈 这是他在不到一年的时间内 第二次访问中国 星期五 4月5日 耶伦呼吁美国和中国企业之间 建立公平竞争环境 他在中国广州期间 告诉官员 北京的工业补贴 威胁到这种平衡 当地时间 星期五上午 耶伦与广东省省长 王伟忠会面时 表示 耶伦说 美国寻求与中国建立健康互利的经济关系 这种健康关系必须为两国企业和工人 提供公平的竞争环境 美国之音的报道还说 耶伦警告 中国对绿色能源 电动汽车和电池等技术的 巨额补贴 可能会导致过剩的产品 涌入全球市场 从而削弱美国和其他国家的 企业的竞争能力 耶伦说 作为全球最大的两个经济体 美中两国在应对气候变化和新型市场 及发展中国家的债务困境等 全球性挑战方面取得进展 而且在产能过剩和设计国家安全的经济行为 等各方关切的议题上 保持密切沟通 仍然至关重要 会见广东省省长之后 耶伦星期五下午 在广州白云区一处礼堂 与美国商界领袖举行了会晤 耶伦说 今天早些时候 我与一些在华美资企业人员 举行了座谈 并且倾听了他们面对的机遇和挑战 耶伦说 听到很多美国企业高管说 在中国开展业务可能具有挑战性 耶伦还援引美国商会最近的一项调查 三分之一在华美国公司表示 与当地竞争对手相比 他们受到了不公平的待遇 耶伦表示 美国看到中国推行不公平的经济做法 包括对外国公司设置准入壁垒 和对美国企业采取强制措施 耶伦在演讲中说 他坚信 这样的补贴和商业壁垒 会伤害美国公司结束不公平的做法 会有利于中国 将改善在中国的商业环境 他说他并且打算在本星期的会议上 提出这些问题 报道说 华盛顿对中国出口泛滥的担忧之际 美国总统拜登正在推动 国内清洁能源制造业的发展 政策制定者警告说 中国的产能过剩 可能会损害这些行业的发展 北京方面否认了这些疑虑 上个月 中国谴责欧盟对其电动汽车补贴的调查 是保护主义 并且批评这是西方 将国际贸易政治化的一部分 在耶伦访华之际 美国商务部和中国官员 星期四在华盛顿会面 讨论商业和投资问题 美国商务部在一份声明中表示 参加这次会议的美国最高官员 商务部副部长 马丽莎·拉格 也对中国多个工业部门 产能过剩日益加剧 表达强烈关切 陆阳 感谢宇宙分享 美国之音的综合报道 叶伦在广州呼吁公平竞争 接下来 张伟分享 美国之音综合报道 地处地震多发带 台湾应对地震经验丰富 反应迅速 请不要走开 我当时一直是站在人群的最中间 其实周围遍布着非常多的便衣 后面我是被很多警察那样架 然后拖到一小巷子里面 然后我们是被拖到 我们办案中心的时候 他们让我吓吃 然后跪在地上 然后直接有个人 过在山路一发 在离开的时候 大家在兴奋着说 走啦 我们做了这样的事情 太牛逼了 然后大家往这路的另一侧走 但我频频地回头 我看着还在那里 集会的人 我在想 大家真的知道 在做什么吗 用声音穿透屏蔽的世界 用故事重构掩盖的历史 这里是美国之音出品的 叙事型播客节目 《岳阳电话》的第一季 抗争者 我是舞阳 这是一组关于 抗议活动背后 普通人命运的故事 他们中 有人天生反顾 我说 行动到底是定义什么 你要叫我做什么 是不是要去办游行 还是办示威 还是要去杀人 还是要抢银行 他也讲不出来 有人曾经懵懵懂懂 对头顶的高墙 一无所知 之前我是 完全对政治没有兴趣 如果没有1989 我大概会一边在大学教书 一边写文学评论 他们也许不是你最熟知的名字 过去都是要你无我忘我 这个时候就为党 然后这一代人 现在这个剧本里听到 是为你自己就够了 为你自己就够了 他们也和你一样普通 软生活 19号 其实来的人就很多了 南方来了个小和尚 这个和尚特别逗 他敲个木鱼 他也不说别的 就是走来走去 就是敲个木鱼 说 但站在人身的岔路口 他们选择为自由抗争 选择拥抱内心的良知 在时代的洪流中 他们勇敢的 跨入未知的旅程 欲扬电话 在这里 我们共同倾听外界的声音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台湾东部海域 星期三4月3号发生 李氏7.2级地震 是台湾1999年 921大地震以来 最强烈的地震 不过 由于台湾地处地震多发地带 台湾官员和居民 对应对地震 已有充分的经验 下面请张伟介绍 美国之音的报道 好的 陆阳 截至台湾时间 星期五上午8点 地震已经造成12人死亡 1106人受伤 705人受困 失联18人 但相比1999年9月21日 发生的921大地震 死亡人数已经大大减少 那次地震造成2000多人死亡 地震发生在台湾东部的花莲外海 大约在上午8点左右 当时当地人正准备上学和上班 官员们表示 不到两个小时 他们就安排了紧急避难所 130多名居民得以在其中过夜 戴云发管理着生产房镇建筑材料的AlphaSafe公司 也是一名结构工程师 他告诉记者 台湾的法律规定 台湾的建筑基本上都要做到抗震 现在用更好的建筑材料 改建更安全的房屋 921大地震促使政府修订建筑法规 并加强灾害防救法 并在每年9月21日举行防灾演习 防灾演习主要是针对自然灾害 但是从去年起如何应对来自中国的袭击 也成为了演习的一部分 2018年的一次地震后 台湾地方当局还加强了政府单位 与非政府组织之间的救灾协调 华联县长徐贞卫告诉居民 灾难发生时应该如何应对 在灾难的期间 第一个自救 自救之后再互救 互助然后公助 这是我们现在不断地在抵抗 台湾各县市都有救援人员24小时待命 随时准备应对灾害 陆阳 感谢长伟 以上是美国之音报道 地暑地震多发带 台湾应对地震经验丰富 反应迅速 节目的最后为您选拨美中对标 相比中国 美国首富为何更任性 我们马上回来 当今真相为重 掌握全球脉动 只要点击 VOA Plus 手指移动 信息积来 追踪政治动向 体验真实生活 世界各地的声音随时随地轻松获取 现在就下载VOA Plus应用程序 VOA Plus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胡润富豪榜公布 今年中国首富继续由农夫山泉创始人中闪闪占据 而在前不久中闪闪遭遇民族主义网暴 最后 不得不把自己母亲去世的消息搬出来 作为平息风暴的托词 而美国首富马斯克 经常所谓口出狂言 语出犯上 活得却比中国富豪洒脱任性的多 下面为您选拨 11将主持的美中对标节目 今天我们就对比一下美中两国首富 在处理政府和舆论上的一些态度和不一样的做法 熟悉美国英雄主义电影的网民们应该都知道 美国特别喜欢拍一种电影 就是一个孤胆英雄 夹在政府势力和恶势力之间 为了全人类的福祉而奋斗 而这个马斯克他就有这么一个英雄梦 就以俄乌战争为例 他在这场战争中 他为乌克兰提供了他至关重要的通讯工具 也就是星链的网络服务 然而在这场战争中 他的态度和美国政府的态度又不完全同步 所以在网络上也有一些声音指责他不爱国 那他在这场指责中是否有全身而退呢 那事件还要从2022年说起 因为当时俄罗斯突然发动了对乌克兰的袭击 并且在发动袭击的一个小时之前 将乌克兰的地面的通信服务 还有移动网络服务全部切断了 让乌克兰的政府一下子傻眼了 因为根本就没有能力来组织反击 这个时候当时乌克兰的总统泽伦斯基 就立马联系了SpaceX的创始人马斯克 希望他能够动用他的星链服务 为乌克兰提供这个基本的互联网啊 还有一些通讯服务设施 当时呢这个马斯克接到了这个电话之后 哎二话不说就答应了 并且呢在第二天就派出了这个500个星链的终端 而且是在美军的护送下 把他送到了乌克兰 然而呢就在去年9月份的时候 突然呢就有媒体爆出 这个马斯克曾经一度切断了乌克兰的星链服务 使得呢他们在战场上的局势呢出现了一些不确定性 于是才有了在互联网上对于马斯克的指责 认为他不爱国 那么事情呢其实又没有那么简单 因为实际上啊 当时马斯克为什么要切断这个星链服务 据他自己在后来的采访中说是有原因的 因为在2022年的这个战事进入到9月份的时候 乌克兰军方啊打算发动一个针对克里米亚的袭击 那么我们知道克里米亚呢是俄罗斯在2014年就吞并了的 甚至在俄罗斯的法律中都已经写明了 如果有国家要侵略克里米亚 或者要把克里米亚从俄罗斯现在剥离出去的话 那他们是要动用核武来捍卫的 就是因为基于这一点 当时马斯克听说了乌克兰要采取针对克里米亚的军事行动的时候 立马向美国政府表达了担忧 并且认为他不想自己的这个星链用在一个非防御性 而是攻击性的一个军事行动上 于是呢当时他就暂时切断了这个克里米亚地区的这个星链服务 自去年9月份关于马斯克切断星链 给乌克兰提供通讯服务的这个新闻已经爆出呢 马斯克自始至终呢也没有丧失自己的舆论主动权 他自己在X平台上呢就说自己是个美国人 只有一本美国护照而美国据他所知到现在也没有向俄罗斯宣战 所以呢那些指责他不爱国的那些人应该自己好好反复思反思 到底是谁啊才是真正的不爱国 当然啊这也不是因为马斯克自己多么有种多么特别 因为呢在美国这样的社会其实大家都很反感 如果说政府以爱国的名义来强制个人或者私人企业做出一些妥协或者让步啊 马斯克的做法也是反映了一种主流的价值观嘛 另外呢在一个法治社会 其实呢国家也不可能突然通过一个什么颠覆国家政权罪 然后呢就扣到马斯克的头上 你必须一切按照公开透明的法律程序走 而是啊有不少美国媒体敦促美国政府自己要好好反思一下 在面对这种国家行为的这种军事行动的时候 是否要有多大程度借助于这个私人的企业 或者是说contractor外包的力量来做这件事 听众朋友 以上您听到的是美中对标节目选播 相比中国 美国首富为何更任性 了解更多新闻内容和深度报道 请登陆voachinese.com 听众朋友 今天的时事经纬节目就播送到这里 感谢您的收听 这次节目的编辑是宇州 导播张伟 我是陆阳 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